Hello, 大家好, 又是 Ivan 来到五仔这个频道 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理财、财经的资讯 很多内地的朋友都来香港旅游消费 有些来香港吃马当劳, 去马当劳道办马当劳叔叔 现在做不到汉堡神偷, 滑滑滑, 怎么办呢 都可以去这个星光大道 扮演我们的首席图脱大师李嘉诚先生 你知道很多图都是用香港维多利亚港做背景 李嘉诚就在前面合上双手, 笑笑口 引证了李嘉诚绝对是一个山招牌 其实我可以建议这个旅游发展国 是不是应该整个超像板 在星光大道给人模仿一下 原来阿诚哥最近又减辞内地的银行 在未说之前, 请大家赞, 订阅, 分享 吴仔这个频道 和大家分享一些理财、财经的资讯 和支持我们新书, 一千个收息的理由 很多不同的收息理财方法 如果你想知道如何退休 想找一个XL标, 计算到自己的时退休 随时是WhatsApp我 欢迎大家 在2023年5月20日 李嘉诚基金会 突然减持中国邮政储备银行股份 大概套了1.22亿的港元 很多人的分析都认为 究竟是否看不到内地的经济 还是觉得金融不能发展 其实李嘉诚先生 也不是第一次减持油储银行 在去年9月的时候 已经减持了5万股 作价是4.71 已经减持了差不多20多万 但今次比较大, 减持了1亿多 其实他持有减持了大概 现在还有9.97% 跟去年接近12%比 都是减持了2% 其实当年李嘉诚看好内地的银行业务 主要是因为当年2012年 整体要改制 有些股份变成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 就引入了10间境外的战略投资者 2016年9月 就在联交所上市 成为那一年全球最大的IPO 李嘉诚当然给面子 还有他的儿子李泽巨 都有在油证储备银行的主要名单上 他们两父子之前一直持有22.67亿股 暂时这刻都有流通率11.42% 除了给面子之外 也认为内地也要用钱 始终他们认为一定要搞好银行的关系 外面有些报道说 是不是看不好内地经济 或者他心死 我觉得这些纯粹是揣测 最重要的是最近也有报道 原来李嘉诚想再完善他的家族财富的规划 将部份这些股 转入他们家族信托 其实很多有钱人 都是将钱放在家族信托 因为很多人都怕子女和孙子 乱花钱 搞什么电影 搞什么黄角 谁知最后虚拟10亿就不太好 我不是说肖先生 总有很多子女都很有钱 想让家族发扬光大 但是继续有钱 始终很多子女都想心愿 让家族的父业 指托父业 继续发扬光大 传承下去 那我们的父亲 又不是叫李嘉诚 又不会有个父亲 教你如何投资 如何慢慢地搞一个 世纪的全球王国 好了 和大家看一看 究竟李嘉诚最近有什么 财政规划 根据联交所披露 长和是很多公司内部 都有架构重整 资深顾问李嘉诚 将部分转移了 将他的长和 即是001号 长实1113 和中国油柱银行1658 和和记电信香港215 部份股票存在家族信托基金上 李氏私人公司 Silver Ring Ltd 转让所持有的中国油柱储备银行 大约1.96亿H股 大约0.98% 都是转给信托基金 经过今次内部重组 李嘉诚家族信托所持有的长和 股份由26.19%升到26.26% 而李泽巨也由30.39%升到30.43% 长和是发言人 这些都是家族的财富规划安排 整个家族信托也是增加了 特别是这个长实股份 家族信托持有由30.86%升到32.61% 所以李泽巨持股 持股升到47.25% 比他父亲高 李嘉诚47.17% 似乎现在李泽巨主要是打息 和黄下电讯持股 亦升到8.44% 亦高于他父亲 所以很多报道都没有说到 今次这个举动 主要想将李泽巨的地位提升 人们就说李嘉诚没有订棋了 当然不是 他自己分配这些钱给后人 因为他的孙女 不是每个都会做生意 所以家族信托也有好处 起码不断地 细水长流 像长江的滔滔江水 流转 人们就想 为什么他不分钱给李泽佳 当然李泽佳也喜欢搞些冒险的东西 搞些创投的东西 很早就有云阿爸 什么时候呢 当然当初 说的是2013年的时候 李嘉诚已经投资了Zoom 大家用来开会的Zoom 2020年9月报道 李嘉诚持有Zoom 百多亿港币 他的身家差不多三分一 那时候真的升得很厉害 尤其是疫情的时候 令到这些公司水涨船高 可惜疫情过去 很多东西都复偿 Zoom公司早前 裁缘一成半的人 连创文袁晶也减薪和放弃花红 著名的投资者 就像索罗斯去年第四季 亦全数 所有 沽清Zoom持股 程哥只不过是今年才沽 他那时候 已经沽了 大概是2.7亿美金 也不是很多 减薪了Zoom的远见持股 到现在为止 还有持有 暂时 李嘉诚还有6.9%股权 折合大概是16亿美金 真是 跟高峰时 110亿 真的差很远 没办法 Zoom过往一年 股价下错了60% 所以有时投资的东西很难说 什么时候是高位 连这些 这么厉害的股神 这么厉害的李嘉诚 都会输钱 又高位跌下来 不过他始终是一个长线的投资 跟他当初买到现在 我不知道翻了多少倍 不单止Zoom 之前也说过 他投资一个饮品公司 Celsus 都卖了给百事可乐 那里又赚了一大笔 所以他的眼光 真是高瞻远足 当然了 未成功的那些你明显未知 但是 他真的什么都会有投资 包括最近 他也有投资一个 保险界的明日之星 VFOX这间公司 好了 跟大家说一下 这间VFOX公司 其实是由李嘉诚私人投资旗艦 和周海旋旗下的维港投资 大家应该有听过这个了 这间德国的保险科技公司 VFOX 其实也是一间很小的STAR 开始的时候 刚才是融资大约1.1亿美金 还未成为独角兽 但是2015年已经成立 到现在都是来势空空的 专门是做一般的保险 普遍公司 在上市时已经占到头角 很多STARF公司 头头都是没有钱赚 但是不是 这间其实是一间 赚到钱有盈利的 保险初创科技公司 在2021年 疫情期间公布了 施轮融资 再用2.5亿美金 创下 有施轮是全球最大的保险科技公司 的融资 2022年再用4亿 是D轮融资 为什么这么多人用资 就是这间VFOX的值钱之处 因为科技比较强 业绩也很亮 在2020年 VFOX的业绩 已经是1.43亿美金 首次是络得盈利 其下 它的赔付率 也是创下43%的低 相比给它的对手 例如Nemone 那些赔付能力 超过160% 真的差很远 其实这些公司 它有一个特点的 亦是长住的 好像这间VFOX 它也是非常轻资产的 什么轻资产呢 就是它不会有很多货币 很多物业 它主要的平台 都是数码的保险平台 透过数码科技 去提高保险代理人的生产能力 消费者 所以它有更加好 更加方便的服务 令到它这些公司的 发展成本会更低 亦同时透过很多 例如物业网的技术 可以提高风险管理 和预防风险的能力 等于Tesla Tesla的车 相对的事故 比其他公司为之少 因为它的技术 相对比其他人高 分析和路面的能力都高 所以它的理赔率 都是低一些 其实这个时代 也很难 好像以前的时代 靠物业 靠资产不断增值得很厉害 始终现在的利息 是非常之高 所以现在李嘉诚 以前的想法 买地 用地产来发迹 起家 仍然是否合适宜 确实是不可能 像八九十年代那种 高地政策 不断 只是炒楼 令到经济不断 循环起飞 就不可能 现在我反而 真的很多都是轻资产 去买一些公司 一些实业 做一些网上的平台 去赚钱 大家想起 好像203年 很多人说 沙士价 买楼 其实由那时候 指数 由30点升到现在 2023年 180多点 都升了6倍 还有楼价 如果平均每年 除了每年的增长 差不多是30% 还有没有这些升幅呢 我自己觉得 就不可能 你说好像外国的股票 有些每年升8% 10% 已经很偷笑了 因为很多公司 确实支持不住 这三四厘的利息 你说我们可不可以 好像李嘉诚 维港投资这么厉害 全部由周凯旋打电 又买Zoom 又买Facebook 又什么Impossible Food 又什么电竞Racer 搞很多这些高新科技 这些颠覆性行业 确实我们接触到的能力 是非常有限的 都是只可以跟风 所以 其实我经常说 海陆空三军的策略 空军那些 最多是1-2% 你放一些 刀仔铁大树 颠覆性行业 确实是无可厉害的 可能一爆就爆 五倍十倍 赚一点 帮助你自己 整个组合中 有一两成的增长 都是一个好的想法 确实你说 我们一般人 都是靠听听节目 看报纸 知道全世界有什么最新的东西 确实是比很多 喜欢投资的人 是万多部的 这个确实是无可说的 你平时就是看TVB 无线 看有线 还是什么呢 还是你真的会去看外国的报纸 CNBC Boomberg 看什么economics 这些报纸 这些雜誌 这些雜誌 真的开阔了很多人的视野 所以确实 李嘉诚先生 在佛网里面 排名首列 绝对 抛离了 四叔 那些 六百亿 也绝对有它的原因 因为真的 它标志着它对世界 整个局势 经济环境 都有不同 深刻的体会 所以我今天和大家 分析一下它十样 最深刻的金具 内人尋美金具 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些启示 好了 李嘉诚的十大金具 第一位 他就说 你看来非常吃虧的东西 往往是非常少数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 李嘉诚很长时间 留在香港 都是一个香港的首富 他都不断做慈善 他完全不是一个很自私的人 他也有 投资在一些大学的设施 不同的基金 走去 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 作为一个生人的角度 捐钱当然是没什么好处 但是 在他眼中 他觉得 施比受近有福 所以 我和大家一样 我都觉得 其实有时候 应该做一些慈善的活动 这个也是帮到别人 也帮到自己的 第二件事就是 他说 全世界十大富豪之中 他虽然是 支裂 但是他觉得 没有什么 内心有什么波动 确实 我想对他来说 人生的目标 如何可以安安静静 舒舒服服 这样做到他自己 心目中的理想 是重要的 排第几排第几 我想对他来说 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所以 其实名次来说 他完全是似 这些东西浮云的 确实 有钱人 他心目中 他也是想着 如何突破自己 如何令自己的财富 不断增值 可以帮助社会 这才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所以他第三句 非常重要的是 就是说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他也说自己是用之有道 之前的报道也说过 他手上 带着一只 Citizen的碗标 就喜欢 I go to swim 打歌符 什么都好 都不需要小心翼翼 如果你说 拿着十万美元的手标 他就要很小心 所以 其实他觉得 最重要是 有时实用 最重要的一切 你看到身边很多人 可能用两三万 但大只十多万的手标 似乎 觉得 原富多于实际 他就觉得 不要做这些事情了 好了 第四件事 他就说 有钱你不一定要快乐 虽然不是百分百 但其实世界上 很多事情 你没有钱是真的做不到的 所以 有钱你可以 不止为自己的利益 可以付出 又可以买饭券给人 帮助有需要的人 所以 其实他觉得 钱 也是有一定的重要性 可以捐助 社会出一分力 我经常觉得 香港 很多人都充足着 一些仇富的心态 觉得有钱 一定是偷骗拐骗 其实 可能 他们有长处 你未发觉到 他们如何可以 社会用资社会 财资社会 赚了多分的钱 其实都要欣赏一些 是赚到钱的人 不要每次都说 那些人一定是很奸 无奸不伤 不一定的 好了 第五句金句 他说过的 对着地产商说过 我今天看到 就是炒楼 就是想着如何 起高一点 赚多一点 其他建设 其他理想 当然 作为一个 全香港最大的 地产商之一 他说这些说话 都很重要 就是告诉别人 不叫别人 不要只想着 起楼赚钱 想着如何可以 赚一些小市民钱 他都觉得 应该要做多些建设 如何可以帮助 年轻人 去不断创富 都重要 因为你的社会 不是单止 只是炒炒卖卖 有尊严地去退休 有尊严地去生活 都是下一代 年轻人 想要做到的事情 好了 第六句 我非常尊重 他说 不为五斗位折腰的人 其实到处都有 知其不要伤害别人的尊严 因为尊严非常脆 是经不起考验的 再用这么多个万名员工的老板 李嘉诚 竟然说得出 这么有人性的说话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说过 但是 确实 为了员工的利益 也很重要 要为了尊严着想 我小弟Ivan 也是一个老板 我也非常尊重员工 很喜欢每年跟他们旅行 一起去玩 其实我觉得 人做事 周围都可以做 做死一世也好 做到退休也好 问题就是 其实他不一定要帮你打工 对吗 那些员工 为什么他尊重你 或者想跟着你做事 其实都是因为 大家互相尊重 何况 你不知道将来 他是不是你老板 可能你将来 都会投靠他 或者需要他的帮手 所以 什么时候都是 正所谓 今天留一线 他朝好相见 第七言 他就说 亲人不一定是亲信 你看到很多有钱的企业 老板 都将一些事业交给子女 但是 进去 搞两搞 正所谓 富不过三代 很多都是做两做 没有做 或者生意失败 其实做不做得好 确实要看子女的能力 下一代 就算你交给他 他都未必喜欢做 对不对 所以作为亲信 可以信赖的人 其实真的不多 如果你亲身交给子女 他们又做不好 其实真的会害了公司 所以其实 都要公司分明 好了 第一件事 李嘉诚说过 是非千万不要不分 一定要是就是 非就非 其实真的很多人 都做不到这件事 我自己都不敢说 完全是非分得很清清楚楚 我想李嘉诚先生意思就是 对的事 一定要坚持很划算 错就错 不能回头 所以真的要是非分明 好了 最后两个金句 他就说了 未攻之前一定要先守 这是很重要的 我什么时候都说了 为什么海陆空心这么重要 就是陆军一定要守住你 基本的盘 你一定有的资产 你一定有一定的储蓄 你一定有一定的储蓄 将来才可以不断生息退休 他说 未好真是攻的时候 千万不要乱去浪费 约碎乱投 没有百分百的把握 千万不要乱去做投资 这也是他自己 一个很重要的处理策略 你看到就算在外国 都是投资一些很狠振的 公用市 电信市 水 电 那些 他就说 即使有一百分之一百的力量 去城市 也好 你一定要存够二百分之二百的力量 去攻 不要随随便便 去赌 所以他从来都不接触 什么赌业 那些东西 他自己真的不太喜欢 好 最后一句 他那时候说过 这个黄台之瓜 海堪在宅 那么厉害 为什么用一句 武则天和唐高宗的 这个诗句呢 其实他也想引用这些句子 想跟大家说 有时候 不要大家自相残杀 希望 雙方 无论是政局也好 他都好像希望武则天 不要对子女赶盡杀绝 确实 你看到 无论是政界也好 商界也好 很多时候都是私还骗 大家都是互相残杀 但是他去到最后 其实都没有什么好处 如果不断 大家糖水滚糖鱼 只会令到经济越来越差 我自己很相信共赢这件事 只要我不断分享一些正能量 给大家一些正确的理财 财经的资讯 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些时势 共度时间 现在赚钱是困难的 比以前也是困难的 但是也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可以收息 可以增值自己 千万大家都不可以放弃 继续努力 所以希望大家喜欢 支持这个频道 继续给点赞 订阅和分享 吴仔这个频道 支持小低本身书 1000个收息的理由 很多不同收息理财的方法 希望再和大家分享更多理财 财经的资讯 下次再见 拜拜